聚合物可被人体吸收 常作为外科缝合手术的材料 下列合着为此聚合物的单体 那么从这结构看起来 它应该是一个聚脂类的结构 因为有COO 从左到右看到这么多 就是它的结构 那有脂基础处 那容易判断出它的单体结构 也就是把它切断 去判断原来是从什么酸 跟什么醇所形成的聚合物 所以切完之后可以看到 它每一段都不断的出现重复 看起来是由相同的单体所形成 所以这个单体的结构 那就是叫做乳酸 所以从这结构我们可以推断 本体的答案就是C选项